苏联宇航员谢尔盖克里卡列夫是很倒霉 在他去太空出差期间 祖国没有了 苏联解体了 因此他就被莫名其妙地留在了太空 时间几乎长达一年 这个故事你多半听过 他们通常把谢尔盖渲染成一位极度可怜的受害者 比如由于苏联解体 谢尔盖成了一个没有国家的宇航员 独自一人漂泊在太空当中 对何时能够返回地球 以什么样的身份返回地球充满了甚深的未知 仿佛就是被全人类抛弃了一般 尤其是考虑到当别的宇航员都能够回到自己的祖国时 那种错位感 那种孤独感简直能够把人生吞活泼 这样的故事是很精彩 但它根本就是偏离了事实 所以事实是什么 先明确两点 第一 他并不是唯一一个在太空中失去了祖国的人 是的 当时跟谢尔盖一起待在和平号空间站上的 还有另外一位前苏联的宇航员 亚历山大沃尔科夫 第二 虽然他的确意外在天上停留了更长的时间 但他其实对还要再停多久是有一定预期的 因为联盟号往返空间站的节奏几乎就没有被打断 而且在他多待的这段时间 也就是苏联解体的这段时间 他跟地面的联系也根本就没有终端过 别说终端了 他甚至还可能成为了这段时间掌握信息最为全面的前苏联公民之一 下面我就来给你完整的讲述一遍这个故事 1991年5月18日 谢尔盖和另外两名宇航员 同为苏联人的阿拉托利·阿尔茨·巴斯基和英国人海伦·萨曼 从位于哈萨哥斯坦拜克鲁尔的航天发射场启程 开始了前往和平号空间站的第12次任务 代号TM12 这是联盟号飞船的第12次任务 不是三位宇航员的 实际上英国宇航员海伦才是第一次登上太空 而且它的准确身份是研究宇航员 这里我有必要跟你简单的讲讲 每次联盟号任务都是如何接力的 一般来说联盟号上会搭载三名宇航员 他们分别是任务指挥官 飞行工程师和研究宇航员 前两者是必选项 会在整个任务期间留在空间站里面 做大量的维护工作了 而后者研究宇航员就是纯稿研究的 是个选装项 加不加可以有多种原因 后面我们会讲到的 这只会短暂停留后 随着前一次任务的主员一起离开 比如联盟11号 1990年12月2日发射升空 1991年5月26日返航 就顺便把联盟12号 刚刚才在5月18号带上天的海伦给送回去了 只留下指挥官阿纳托利和飞行工程师谢尔盖 才是你等待联盟13号的接替 基本上每次任务都是这么操作的 新的一步来老的一波走 中间间隔4到6个月并且都有一周左右的重叠期 这个时间就是留给第三个座位的研究宇航员的时间了 原本谢尔盖也会在今年的10月10日与联盟13号的飞行工程师交接之后胜利返航的 好吧 如果一切正常的话 而此时地上发生的事情 大家都已经知道了 我就不再过多的设计了 总之苏联正在瓦解 既失去了对哈萨克斯坦的控制 也在经济上陷入了深深的困境 这就带来了两个重要的影响 一个是苏联的航天发射场和着陆场都在哈萨克斯坦 可它现在已经独立了 苏联应该说是刚刚成立的俄罗斯联邦 想要继续使用的话 不能什么好处都不给还继续白用吧 好处是什么呢 那就是你得在下一次的飞船上 为我们哈萨克斯坦的宇航员空出一个位置来才行 好 第二个影响 经济陷入泥潭 哪还有钱来发射火箭呢 想要发射就只能找金主了 最直接的办法是卖门票呗 于是再控一个座位出来 把它给卖出去 实际上苏联之前就已经在卖了 刚才我们讲到的 把和希尔盖一起上天的那位英国宇航员 带回去的联盟11号 就有一个座位 是日本人花了1400万美元给买下来了的 英国人的这个座位当然也是买的 而下一次任务 也就是来接替希尔盖他们的联盟13号 也找到买家了 奥地利人 不过他们买的票呢 都是只会在空间站上 待一周的研究宇航员了 毕竟想要长期待严格的训练是少不了的嘛 诶 但你还记得吧 联盟13号 你还得空一个座位给哈萨克斯坦啊 他给安排的宇航员托克塔尔 奥巴基洛夫 虽然很优秀 虽然可以作为飞行工程师的身份出征 但是却没有经过长期待在空间站上的训练 所以谢尔盖的工作就交接不了啊 地面人员把这个消息告诉谢尔盖 安慰他说 哥们儿 为了咱祖国的航天事业 你忍忍行包 哎呀 还能怎么办呢 忍就忍呗 那你得告诉我要忍多久啊 这个你倒不用担心啊 我们有数 下一个大金族呢 已经在接下了 德国人 哎呦 有钱的很耶 2400万美金 一旦谈妥就马上来接你啊 最多再缘5个月 所以你看 留在天上时呢 谢尔盖还是有祖国的嘛 而且尽管他这一届的指挥官 阿拉托利被联盟13号剔走了 但联盟13号的指挥官 亚历山大沃尔科夫 却留下来陪他了嘛 两个人在空间站里面呢 并不孤单啊 哎 即使在随后的12月26日 苏联最终解体时呢 也是他们两个人 同时失去了国家嘛 再说 他们并没有失去那些 致力于推进太空计划的 苏联 俄罗斯航天人的支持嘛 那些人呢 还在非常投入的工作 尽管非常艰难啊 却在维持着系统的正常运转 再回到谢尔盖这边 他难吗 当然难啊 停留在太空中的时间 比起初预想的多了一倍 这对他的身体而言 绝对是场灾难啊 骨骼和肌肉的退化 以及更多的辐射等等 哎 同时啊 心理上 政治的动荡 前途的胃部 也的确会带来压力 但除此以外 却也有着意想不到的收获啊 由于在空中 他可以自由的和来自全世界的 业余无线电爱好者们 通过天线来交流 就给了他一个上帝视角 能够更加全方位的掌握信息 了解苏联解体后的各种政治动向 可以说啊 虽然离得最远 却是最了解这场风波的 前苏联公民之一啊 很快 消息传来 德国人买下了联盟14号的一个座位 谢尔盖和亚历山大可以回来了 1992年3月25日 在和平号空间站上 漂了311天后 谢尔盖以全新的俄罗斯公民身份 回到了地面 他是有点倒霉啊 但是别人也根本就没有本事 碰上这种事情啊 好了 这就是今天的故事 我是火箭叔 关注我 把不一样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